各位武林同道,世界全球白眉派弟子 各位师兄师弟师妹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元宵佳节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 今天我在这里重申我们白眉派 一个叛徒,杨宝利 冒充我们白眉派 继续在外面招摇,来打白眉派功夫 各位,其实这个杨宝利 已经在2013年10月24日 给他师傅,苏劍刚师傅 踢出了师门,赶出了白眉门墙 他以后永远也没有资格 自称自己的白眉派弟子 还有他身边那些随从 也没有资格打白眉拳 杨宝利 你说我是不是白眉派弟子 我跟你说,你想知道我是不是白眉派弟子 你走去元朗大奇脸村 联复堂 问我的同门 我小孩的那幅照片 和各位师父师伯 我师兄弟 拍照片,超过五十几年 你可以看一下 你这个命运不灵 OK,杨宝利 你欺骗我 三年前两年前 我已经问过你 你是不是被你师傅踢出白眉派 你跟我说,不是 好了 我给你愚弄 给你玩了我两年 欺骗我 我今天才得到一个答案 原来你已经在2013年 被你师傅踢出了白眉派 我跟你说,杨宝利 你以后亦没有资格 没有身份 说自己是白眉派弟子 亦没有资格打白眉团 包括你身边的正确人 什么徒弟 都没有资格 还有我顺带说 张兵长 你不要抱着这个大沙炮 你不要抱着他 说你是乙子 我跟你说 乙子还乙子 门派还门派 他已经被他师傅踢出白眉 你是没有资格 保住他 你说你什么是的传 我已经查到一清二楚 你的功夫 不是张力泉师傅教你的 你一出世 师傅就已经离开大陆 没回过中国 你凭什么说你自己是的传 的传的意思 就是你是张力泉师傅教出来的帝子 你就可以说你是的传 你一招一息 你没学过张力泉师傅的 我也都知道你的功夫学至何方 学至一个低轮权人 我跟你说 我不需要在这里说这位同盟是谁 你自己拿来虽然你继续冒充就 还要让我保住你 你不要再冒充白眉派 你被你师傅踢出白眉派 踢出白眉的门墙 你现在没有管白眉派三个字的招牌 你要立即脱下来 如果你还在死里 在里面掠着 你自己拿来无面 你不爱面 不知丑啊 你知道什么叫不知丑啊 我给你了 这些叫不知丑啊 丑字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说你 我立刻向全世界武林人 曲弓借罪 跟你说 你还算得是一个君子 算得是一个武林人 但是你不单止不知错 你还是死侣 死侠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我要铺一条网上去 香港最有名誉地位的 第五传 第六传 的同伴 一起谴责你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一个人好意怀 不要紧 错了可以改 说错话可以道歉 但是你不单止不道歉 不改 你还在害我 我问你有没有被师傅 踢出国师门 你说没有 如果跟着你就要做 我会的 什么主席 我跟你说 我保持 保持这个法律 欺骗 我的权利 因为你 不得老实 你不要跟我直接 说你变死师傅 踢出师门 如果你直接跟我说 我让你做那个主席 就是我的错 你不瞒骗我 哎 阳山 做人不要做到这样 你口口声声 说什么 是师公布梦给你 叫你发扬 我白眉 我白眉派洗你发扬 洗鬼你发扬 你那些人有正所谓 正所谓 徒弟 打那些什么三门锤 要说 全世界白眉帝子看到 笑到 尿都赖了 笑到 口都赫不赖了 这么说 李杨宝 你打个九步推 哎 哎 真的 吴仪不欲观之义 真的没眼睛看你 真的 你不要死了 你向全世界 全球的白眉帝子 曲刚謝罪啊